大家好 我是杨子 来优酷国际版APP 用你们的语言打开沉香如泻 和我一起沉寂至追剧吧 引诱灵霄派继任掌门的代价 我虽为妖 可我从未做过一件恶事 也未曾引诱过任何人 跟唐州更没有半点关系 你们灵霄派 不分青红皂白便要杀我 难道你们修的是试杀之道吗 你的妖力的确不俗 难怪赶造我灵霄派大放居慈 不过 到此为止 修士之道 修的是纯阳 成敬 为何在你的法力当中 有如此重的邪术 凡间失踪的小药 是不是竟被你所抓 堂堂灵霄派的掌门 竟撕裂邪术 你与你口中的恶样 有何区别 你死到临头还在这儿大放居慈 妖言祸重 众弟子听令 主要 是谁放他出来的 承门 此事与延带无关 请不要上他 唐舟 你可还记得我 灵霄派的立派之旨 当今天下妖邪 承恶扬善 你自幼修行 从来行使稳重克进职守 乃全派弟子之楷模 而你正是受他所惑 才做出如此荒唐之事 将一只腰带在身边 甚至为了他狂撇失门 你难道忘了你的师父 唐将是如何死的吗 他正是相信了妖 那狐妖利用他 盗取密法后 却残忍地杀害了他满门 承门 人分善恶 妖意如此 严谈他本性并不坏 不要替他开脱 他利用你 祸害失门 撕纵祥妖堂小妖 与那狐妖有何区别 难道至亲之人 以命换来的教训 都不能够惊醒你吗 今日此妖 闭诈 既然你来了 我便给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你亲手杀了他 先秦之事既往不咎 你仍然可以继任掌门 若你执迷不悟 不思悔过 他的性命便由我来取 自己选吧 既不开口便为应许 我来 果然 无论是音渊还是唐舟 你都还是会选择责任 道义 而我 永远是那个可以被舍弃 抛下的 这一次 音渊 我不会认有你再伤我